哈囉大家好我是星期天 歡迎收看星期天的開箱時間 啊 商台單眼用到現在已經六年了 也是時候來換一台新的機子了 為了這一刻我已經等待很久了 來了 召喚新機子 哇 出現了 各位觀眾 下輪人鄭重介紹 天啊 十把燈關了 哦 冒出光芒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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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出現了 心燈 燈燕 各位觀眾 今天要來介紹的 就是我的全新單眼 Canon EOS 5D Mark IV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有什麼配件吧 原廠的電池 看得到嗎 他們都是用LP16的電池 還有這個 這個是充電座的線 它是拿來充相機電池的 相機背帶 拉開之後整條是長這樣子 原廠的中文的說明書 這個是它Wi-Fi的功能說明書 5D4相對於上代的5D3 它新增了Wi-Fi功能 也就是你拍完的照片 你可以直接在手機或電腦裡面看到 然後它除了紙本的說明書之外 還有光碟說明書 然後這個是保固卡 機身這種東西還是建議買公司或比較保險 然後這台5D4裡面它有支援兩種記憶卡 一種也是CF卡 然後一種也是SD卡 SD卡跟CF卡我都是買Extreme Pro的 就是黑卡 其實以4K錄影的速度來說 你買到金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連拍的話 還是建議用黑卡比較好 我這次買的是單機身 為什麼要買單機身呢 因為我現在其實手上的鏡頭 已經是全片幅用的鏡頭了 我來介紹一下我目前有的鏡頭 這個主要是拿來拍 比較特寫跟望遠的 有的時候出門拍照的時候 也會拿來拍一些鳥啊什麼的 這一顆是在日本秋葉園買的 它是70-200的變焦鏡 光圈是恆定光圈2.8 鏡頭非常的透亮 另外一顆鏡頭 是我拍影片非常常使用的24-70 24-70 2.8的鏡頭 我現在跑過來用手機拍 就是這一個 這個 24-70 F2.8L USM 這一顆是我目前很常用的鏡頭 然後關於你們現在看到的 這一些有拍片常用的器材 我之後會另外再拍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 5D4的螢幕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的觸控螢幕啊 你可以這樣子切灌 然後你也可以單張放大 確認對焦 這個…這個很方便啊 這個是這一代才有的 對焦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你看 我們現在從錄影切到拍照 好 我們來看一下觀景窗喔 真的看得到耶 我們來把對焦點點亮給你看喔 它總共有61個對焦點 你可以選擇自己習慣的對焦點 像你使用9個或者是單個 或是你想要使用全部的 或是你想要使用區域的 左邊中間或者是右邊 你可以自己挑 好了 各位觀眾介紹到這邊 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出去拍拍看吧 好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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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改裝一下 我們來拍一下觀景窗裡面的小世界吧 我現在開啟了全部的61個對焦點 然後打開了看起來很潮的人工智能四幅自動對焦模式 這個模式它會跟隨畫面中移動的物體 很適合拿來拍動得很快的物體 像是賽車啊 鳥啊 或是星期天啊之類的 切換到不可思議連拍模式 每秒切連拍拍到卡片滿都停不下來 小朋友 一起來數數看 數數到底拍了幾張吧 3 2 1 1 2 3 4 5 6 7 8 9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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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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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新單眼五第一次的小小開箱 看完別忘了留言喔 今天的開箱時間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你留言來交流一下 星期天的開箱時間 我們下回見 星期天的開箱時間 星期天的開箱時間 10時才會用附送 明星期天的開箱時間 突然塞在一面 10時就可以讓我 Sebastian 星期天的開箱 我們下輩了 好幾乘機 成立的楽園